台灣人真的以為 Bruno Mars來台灣是因為他愛台灣 都是為了賺錢而已 這些民進黨人 對台灣自己人殺的特別狠 這個叫內鬥內行 外鬥就軟腳蝦 鬥自己人那個很樣 很近 殺的刀刀劍骨 遇到這個老美 遇到老外 遇到日本人 遇到美國人 整個膝蓋就軟下來 遇到林一誠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有種就滾出去 滾到滾去中國 那這個Bruno Mars講中國台灣 嘴巴點點 什麼都不說話 這個已經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到底誰在撕裂我們台灣的這個社會 是誰在不團結 是在台北大巨蛋開演唱會 然後回去在微博發了一篇 謝謝中國台灣 大家會這麼客氣嗎 這些青鳥會這麼客氣嗎 我才不信 對外國藝人和台灣藝人的舔貢標準就是一致 沒有看到那種台灣藝人舔貢就出征 然後無限包容外國藝人 緬場租被作建了還幫他護航的 這個就是有這個Trade上面的網友就覺得 其實就是雙標啦 其實就是雙標 他是音樂人不是政治 所以不要再為難Bruno Mars 奇怪了 那王以太你怎麼沒有那麼體貼呢 這位網友 他是音樂人不是政治 那那個時候怎麼大家都為難王以太呢 好 然後下面這位網友 一恰令 唉台灣記看不到Bruno Mars 你放心啦 不管他講不講這個中國台灣 台灣記都看不到Bruno Mars啦 你趕快發邀請函給滅火器好了好不好 台灣記怎麼可能請到Bruno Mars 想太多了啦好不好 台灣沒有那麼重要OK 還台灣記請到Bruno Mars 你要多少預算 好不好 平時的青鳥 擦死那些垃圾小草滾出台灣 然後被火星人Bruno Mars 敲碎玻璃心後的青鳥 青鳥 這不是我們全體的台灣嗎 好啦就是有一說一身為小草 我們真的沒有一天要青鳥 這個是怎麼樣就是說 像Bruno Mars他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這種這種 這個說法的背景啊 像Bruno Mars他講那個什麼 中國台灣嘛 那這個就有點像打臉了 這個陳其邁市長嘛 才剛剛找你來高雄開演唱會 怎麼回去就 這個中國台灣呢 那 像我們啊這些很賤的人啊 就開始出征啊 就開始你怎麼當時這樣對王以太啊 你這樣 但青鳥就開始護航囉 青鳥就說這個時候啊 我們台灣人要站在一起 是全體的台灣對不對 他在佔我們台灣的便宜 我們是全體的台灣 我們不應該這種這種時候不應該這樣彼此攻擊 我們應該團結對外啊 那這個小草啊 小草就說 奇怪了 你們這些青鳥攻擊我們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跟我們團結對外啊 你自己這個出包我們大家在批你的時候 你叫我們大家團結開始一致對外了 聽你咧 好啦 我不想講太難聽的話 講得我醒鼻涕都不行 感冒都好了的感覺啊 我就覺得這種這種叫做很假掰啦 就是說 每次民進黨自己出什麼包 要不然就是自己出了 或者讓人家批評的事啊 那就講啊 要一致對外啊 比如說出包引起一些國際笑話 然後就開始對我們來講啊 對內部講啊 這個時候要團結起來 我們台灣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但是如果今天是藍營的 或者是在野的不管藍營或白的 出了包 引起一些國際的笑話或爭議的時候 你看這種時候青鳥會不會一致對外 一起團結一致對外 所以 別那麼假掰說什麼 我們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好不好 青鳥沒有在跟你團結的啦 好不好這種時候就是 就是你死我活了好不好 你不跟我團結 我跟你團結個屁啊 來拼吧好不好 所以青鳥你應該問問自己 或者是塔綠班 民進黨你應該要自己問 今天台灣的這個分裂 到底是誰造成的 是國民黨還是這些小草嗎 好像我覺得如果講真的講內鬥 講這個殺自己人 在台灣內部找敵人 什麼中共統路人 在地協力者 共產黨的喉舌 統媒 什麼這些帽子都是誰戴的 是誰在分裂台灣這個社會 是誰在台灣內部找敵人 是誰不團結 誰TMD是始作俑者 拜託 不要這個時候你自己出包了就在那裡喊 我們要團結一致對外好不好 沒這一套啦好不好 先跟你拼了好不好 為了我們捍衛我們自己 你自己檢討一下自己吧 今天台灣的分裂到底是誰造成的好不好 你每次都捅我刀 那要我來包容你 然後我出事的時候你就捅我刀 你出事我包容 那我不是死了 我死了只剩你活著 哪有這麼好的事 別來我跟你拼了 好來 西中國饒舌歌手王以泰 好對對對對對 這個你看 這個也是民進黨的雙標啦 陸委會 我這種時候要呼籲陸委會了 好 王以泰他之前不是這個在台北辦演唱會嗎 還有什麼回春丹也是啊 就講什麼中國台灣還是中國台北 我記得那個是回春丹嘛 在華山那邊的表演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那台灣記就取消嘛 就因為他他他他講了中國台灣中國台北 在微博上面 他的那個台灣記就被取消 然後但是他在華山的表演還是繼續 那什麼青鳥就開始包圍他 就講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然後還有港獨的也來了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我要是回春丹 我在那裡我就 TMD 香港管我批示啊 你還找我講香港幹嘛 你有什麼什麼B毛病 好了 但是你就開始來批評人家莫名其妙了 好 那王以泰也是啊 那奇怪了那Bruno Mars 講 中國台灣為什麼青鳥們那麼安靜 然後為什麼陸委會 你對王以泰就那麼惡狠狠的 禁止他入台 你要不要禁止Bruno Mars入台 請陸委會標準一致 對Bruno Mars 禁止他入台 還有那個什麼 之前不是有一個 中國大陸的媒體人 王智安 他現在旅日嘛 他也是啊 他就是上了那個賀龍夜夜秀 去 講了這個台灣的選舉的這個情況 他就是酸了一下嘛 那他就是在模仿那個 已經過世的民進黨提名的那個部分區立委 這個腦心麻痹的那一位律師嘛 好 那他就是酸了一下台灣的這個選舉場合 但是他是用民進黨的場子去酸嘛 酸了這種台灣的這種選舉文化 陸委會就禁止他對不對 是不是王智安被ban了 不准來台五年嘛 那王以泰就講了中國台灣 陸委會也馬上出手了 怎麼可以侮辱我們台灣的價值 你對這個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特別狠出手特別快狠準 Bruno Mars 拜託 展現你權權威的時候 不是陸委會的管轄範圍是不是 因為他是外國人 對中國大陸事務委員會 那麻煩外交部該出手了 禁止Bruno Mars進來台灣好不好 因為陸委會是掌管 中華 中國大陸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人民 的這個行為的一個組織嘛 主管機關陸委會 好 因為中國大陸站在我國憲法是 也是我們的領土範圍 所以是陸委會 那Bruno Mars是美國人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對外的單位 外交部麻煩 請對這個Bruno Mars制裁 他太侮辱我們了 好 不要雙標啊 民進黨政府不要雙標 好 三立超級發了火星人的微博新聞 好來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PTT網友怎麼酸三立 三立就是這個嘛 你對這王以太 就就說什麼王以太怎樣 好 好 那個火星人Bruno Mars 謝謝中國台灣 三立的標就是不用太計較 王以太寫中國台北 三立的標就下場慘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中國台灣三立搶著田 既不計較都是同一群人在自導自演 好 給人免費場地 結果變成中國台灣 這免費場地的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聊一下 好 中國高雄被人白嫖場地了 哈哈哈哈 抗州寶臺快出來 可悲 青鳥又不用太計較了 笑死 真的是笑死 好 違規不予許可 對嘛 這個說陸委會 對王以太就這麼狠 對Bruno Mars就這樣 好 我們再講一下林依辰 林依辰是不是委屈了 林依辰很委屈啊 有人 這 Bruno Mars在微博寫寫中國台灣 青鳥就緩夾 在中國本來就這樣說 那林依辰 喊 我是成都人 而且他爺爺本來就是成都人 那青鳥就 出征他 我真的覺得 這些民進黨人 對台灣自己人殺的特別狠 這個叫內鬥內行 外鬥就軟腳瞎 鬥自己人 那個很樣 很近 殺的刀刀劍骨 遇到這個老美 遇到老外 遇到日本人 遇到美國人 整個膝蓋就軟下來 遇到林依辰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有種就滾出去 滾到滾去中國 那這個Bruno Mars 講中國台灣 嘴巴 點點什麼都不說話 這個已經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到底誰在撕裂 我們台灣的這個社會 是誰在不團結 大家好好仔細想一想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 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橫特色 正常 作為